- 巴速的部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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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巴速的部分到底要怎麼試呢 - 那我簡單先不要發動 - 跟大家講 - 你現在如果是說巴速離合器 - 用最簡單的方式 - 因為其實如果是以專業跟酒店公司 - 他們的說法其實 - 我覺得它正不正常其實都是要 - 從它的油孔去量它的壓力 - 那我們如果去看一台車 - 我們去看一台車 - 然後 - 或是去外匯廠 - 你也沒有那個儀器可以量說 - 它的壓力值 - 到底有沒有到幾公斤 - 因為還要用機械工具 - 才一般農機行 - 或是一般客人他不可能讓你拆 - 那我們簡單的測試說 - 以我去外匯廠或是其他地方 - 有客人要賣車我去看 - 簡單的講 - 當我們所有的車在行進當中 - 我們 - 只要踩離合器是讓離合器 - 脫離後 - 車子就停下來 - 那我們現在就是讓它行進的狀況之下 - 我們踩煞車 - 煞車踩到底 - 當然你要確認說它的煞車 - 還有煞車的 - 煞車踩到底 - 然後我們再來判斷說 - 煞車踩到底 - 車子會不會停下來 - 車子停下來 - 車子停下來 - 有兩種 - 一種是引擎 - 引擎還發動著 - 踩煞車車子停下來 - 而且是全部入檔 - 那表示他離合器有一點點打滑了 - 第二點 - 如果是正常的狀況是 - 你煞車踩下去 - 在你沒腳踩離合器的狀況之下 - 它引擎會被拉熄火 - 你重踩煞車 - 引擎熄火 - 那正常的 - 你重踩煞車 - 車子停了 - 引擎沒熄火 - 那不正常 - 不管哪一檔 - 事都一樣 - 因為 - 它一到八速 - 它就是有一 - 只有一組 - 空檔 - 空檔轉換的總離合器 - 在做開合切換 - 那一組如果 - 壓力不足 - 打滑 - 第二七片變薄 - 都會造成說 - 感覺好像會走 - 但是如果 - 油溫高了 - 或是其他狀況 - 它就是 - 會造成覺得說 - 奇怪 - 車要走不走 - 尤其是拖拉 - 什麼地瓜里 - 地瓜溝 - 什麼溝 - 拉里 - 一定會更明顯 - 那我現在測試給大家看 - 好 - 我們現在 - 錄H檔 - 隨便錄一個檔位 - 我們 - 重彩煞車看看 - 好 - 煞速 - 引擎 - 跟那個離合器片 - 整個車就停下來 - 這表示說 - 它的離合器 - 是很 - 確實 - 密合跟引擎的 - 都是接合的 - 煞車重彩下去 - 也停下來 - 那如果離合器是有異常的話 - 煞車重彩下去的話 - 引擎會繼續發動 - 煞車放掉的話 - 車又繼續走 - 那表示說 - 它離合器已經是有打滑的狀況 - 那我們現在這台測試 - 目前沒有這個狀況 - 另外一個就是說 - 這三組離合離合器 - 如果有異常的話 - 第一個 - 在換檔的過程當中 - 換完之後 - 離合器放掉 - 讓它清走 - 在彈數的情況下 - 方向盤都會變重 - 如果有問題的話 - 方向盤都會變重 - 正常的話 - 方向盤是 - 會是會是很輕盈的 - 所以說 - 當你發現說 - 你車子在入檔的時候 - 所有檔位1到8檔入檔 - 前進後退入檔 - PTO - PTO入檔之後 - 你發現你的方向盤是變很重的 - 原本沒入檔很輕 - 入檔之後很重 - 不好意思 - 它的離合器也是打滑 - 因為它整體的壓力是施壓的 - 因為它裡面又 - 譬如說它有固定的壓力 - 譬如說固定20公斤 - 可是它一直漏洩壓卸掉的話 - 整個中體的翻向盤 - 在怠速的情況下 - 就會不正常 - 會稍微變得很硬 - 會稍微變得很硬 - 我試給大家看 - 那我們現在要發動車子 - 我們現在要試 - 那個1到8檔的 - 跳檔的狀況的話 - 那我們就是 - 就把打成HL - 轉成超低速檔 - 然後我們前進後退 - 撥前進 - 第二器放掉 - 放掉 - 然後我們就直接 - 一檔一檔撥 - 因為很慢 - 一檔一檔撥 - 再走了 - 你在撥的過程中 - 它跳的檔 - 它這樣換檔的過程 - 會不會很重大的頓挫 - 如果很順的話 - 像我這樣撥起來 - 都蠻順的 - 確實 - 每個檔的銜接性 - 都不是很明顯 - 但是就是那個速度都蠻不明顯 - 但是你就覺得說 - 它是很順暢的 - 不會有那種很強烈的頓挫 - 都很順 - 都很順 - 它那個就表示說 - 它這個 - 它這個 - 它這個 - 這個都是 - 這個八速那組 - 離合器 - 都算正常 - 然後 - 在換檔的過程中 - 你再放看方向盤 - 是不是一樣 - 跟當初如果 - 如果我們是N檔的話 - 方向盤是輕的 - 入檔之後 - 入隨便的檔 - 方向盤會不會有差異 - 如果沒有差異 - 都還算是正常 - 那如果是說 - 施壓的狀態的話 - 有時候那方向盤 - 因為 - 入檔之後 - 離合器密合 - 但是它施壓狀態 - 方向盤會突然變很重 - 代速的情況下 - 那你如果 - 那種情況下 - 都是吹中油門之後 - 吹一千 - 一千三以上 - 之後 - 方向盤突然又變輕了 - 那表示說 - 它應該是有施壓 - 離合器有施壓的狀態 - 狀態啦 - 那是 - 這個是給大家來做 - 做參考 - 來 - 一個檢疫 - 檢疫的 - 操作 - 你看我現在一到八檔換 - 都是順暢的 - 如果 - 你 - 我們都不要踩離合器 - 就是讓它自動去換 - 是不是順的 - 代速的情況下 - 就會很準確 - 那 - 那是說 - 這個 - 我們這種GL53以上 - 那你PTO的部分 - 它這個 - 用 - 那個線索 - 去切換它 - 油路的那個 - 然後 - 泰河的離合器的壓力 - 那個 - 就 - 怎麼死 - 那個就只能 - 下田去死 - 那我們 - 通常就是說 - 你掛回轉離之後 - 然後下田 - 我們車用慢速檔 - 然後 - 回轉離 - 回轉離 - 入檔之後 - 然後去打田看看 - 打硬土 - 你不要打鬆土 - 打硬土 - 秀根的 - 或是說 - 油渣草的 - 去打看看 - 冷車打 - 打到熱的車 - 熱 - 車就是熱的 - 工作溫度 - 大概就是80度的工作溫度 - 試看看會不會 - 有異常 - 那這種GL有離合器的車 - 建議真的就是要試車 - 有時候這種車也很奇怪 - 冷車開起來都正常 - 熱車的時候 - 一大堆毛病就會跑出來 - 那所以說建議說 - 這種GL系列的車 - 或是說GM - GM的下次再講 - GL的車 - 最好有機會就是說 - 如果朋友的賣 - 要賣最好 - 朋友的話 - 就是 - 借一塊那個田 - 沒打過 - 打個20分鐘 - 試就很準了 - 打個20分鐘 - 試起來 - 方向盤重不重手 - 整體看起來 - 感覺我都怪怪的 - 以GL來講 - 變速箱的部分 - 如果變速箱 - 有離合器有問題的話 - 通常代數的方向盤都會變硬 - 這是我過去的經驗 - 不管是哪一組離合器 - 腳踩或巴數或是PTO - 只要其中一個 - 有內落的狀況的話 - 都會造成說 - 方向盤會少我變重手 - 這是我個人經驗 - 但是給你們參考看看 - 因為你購買者 - 就有選擇的機會了 - 那像我們維修的人 - 就是不只把它維修好 - 只是說 - 當我們在挑車後 - 當然是挑車萬中選一 - 挑一台自己喜歡的 - 盡量不要挑一台自己 - 自己回來還要再修理了 - 那就今天就大概 - 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- 謝謝